再上了叫做台灣的地質構造跟地勤 後面的地勤不重要 不重要原因是因為課本的話都是廢話 台灣有父母台灣有台地 哇哇才是廢話而已 不如回去看一看你的地理課本 地理課本講他比較清楚講他比較多一點 所以地理學過就學過了 地科基本上沒有講什麼東西 重點是這邊的地質構造 好台灣的地質構造 我們前面有跟各位講過了 台灣呢在一個 菲律菱海板塊跟歐亞板塊 擠壓的地方 中央山脈 歐亞板塊跟菲律菱海板塊擠壓而成的 所以呢我們位在一個板塊的交界帶上 就是菲律菱海板塊跟歐亞板塊 大約600萬年前 他要撞過來擠擠擠擠 然後他要深深深深深 準備的先來台灣跑 怎樣 菲律菱海板塊 大約塗上面的擠擠擠擠擠過來 來擠壓 折皱隆起台增 然後就形成了台灣 所以菲律菱島湖的北端撞過來 然後呢擠壓隆起台增 形成現在的台灣島 這就是 台灣的百塊構造 好 這圖 現在你看到的都是這張圖 這顯示了台灣的返害共造 這邊待會有個什麼海岸 上面到我會再講 好 這張圖上面有一個地方 跟我教你的不太一樣 跟我教你的不太一樣 請問你 哪裡 這圖上面有個地方 跟我教你的 不太一樣 請問你 哪裡跟我教的 不太一樣 哪邊 哪邊 跟我教你的 不太相同 圈筒 27 27號 27號 這圖上面有個地方 跟我教你的不太一樣 哪裡 請坐 你說歐亞板塊 跑到 海板塊下面 對 就是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跟我教的不太一樣 我教你的時候 大陸地革跟海洋地革下面應該誰隱默 海洋地革隱默 這裡誰隱默 大陸地革隱默 所以現在 目前的解釋是 這以前有一個 南海板塊 下去了 已經沉到下面去了 然後拖著後面的外洋 一直把它 往下拉 所以這裡跟我覺得不太一樣 跟我們教的不太一樣 還有個東西 會有個 還有個東西 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這張圖 右邊那張圖 我從川思考過 這個尖尖的代表 一個地質的符號 你就不要太管了 就代表一個 吐的方向 吐的 隱默的方向 所以你會注意到 台灣島這個地方是誰隱默 歐牙板塊 隱默 一直到右上角 還是誰隱默 來世界隱默 台板塊隱默 OK 所以在台灣島的本身 中央山脈 一直到 雲東 橫村這裡 其實都是誰在隱默的 歐牙板塊隱默 OK 那個經驗的符號 歐牙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之處 它是一個 聚合性的板塊交界帶 交界的地方在花東中 OK 重點一 台灣會在聚合性的板塊交界帶 重點二 歐牙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聚合 重點三 交界帶交錯 花東中 這邊是花東中 老四老過 畫一張圖 ABC出色點 請問你 誰在誰的板塊上面 誰在歐牙板塊上 誰在菲律賓海板塊上 哪一語遇到在哪個板塊上 菲律賓海板塊上 洪湖 歐牙板塊上面 OK 重點花東中 花東中五的 所以你能站在花東中五面對北方 你的左手西邊什麼板塊 歐牙板塊 你的右手中邊什麼板塊 菲律賓海板塊 這點是重點 好 台灣會在 歐牙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的聚合交界之處 交界帶在花東中 因為台灣會在聚合性板塊在一段上 所以 所以就 多火山多地震 反壞大家的地震變態 所以台灣是多地震 知道台灣在環太平洋 下潛西澆澆的內容 台灣在環太平洋變態上 台灣有很多地震 各位在台灣活這麼久了 一定身心反正 然後很多變 我知道台灣多地震 然後也多火山 然後溫泉就是火山活動的遺跡 所以有火山就有溫泉 有溫泉的意思是有火山 有火山 就因為我們這些有照山運動 然後 所以就有溫泉活動 現在呢我們的火山都不在活動呢 是還很多地震 地震 地震 大根火山的地震 馬潮溫泉啊 不會在那邊活壓都去過吧 馬潮溫泉啊 都之類的 好 好 再來 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因為飛鈴越海板塊一直吐一直吐過來 這樣吐啊吐啊吐啊吐過來 往下塞 往下塞就使得上面呢 就往上抬升 這個持續的就是往上抬升 往上抬升 所以呢 台灣大概每年會上升5公里嘛 這個在世界水冷卖算是蠻快 那上升真的很快 好 這樣吐上去 對嗎 那因為台灣島已經在上升上升 台灣島會越來越大 我忘記了吐 那要忘記幾百萬年後 我們的屏東就變台中了 因為我們跟飛鈴鐵連在一起 這邊飛鈴鐵連在一起 不過那很多百萬年以後的事 那你們沒什麼關係 因為你們沒有問題 OK 好 打出來 好 同時 這邊有板塊擠壓 大規模的板塊擠壓 所以就會產生一個大規模的區域性變質點 比如說蛇蚊炎跟台灣玉 還有一個叫做石灰炎變質而來的 石灰炎變質而來的叫做傻眼呢 石灰炎變質而來的叫做傻眼 No.13 13號 正好在前面的你好 很好 拉 最後一點 誰啊 大理炎請坐下 大理炎 石灰炎會變質成大理炎 石灰炎變質 好 再來 造三運動 造三運動 聚合性板塊擠壓有造三運動 所以我們擠了一個三 當初你看五倍嗎 中央山脈誰跟誰主出來的啊 歐亞板塊跟這地址 那現在你又學了一個花東重骨交界階 花東重骨是板塊交界階 那我們那邊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海岸山脈 有一個叫做中央山脈 停車戰界問 中央山脈是什麼板塊 海岸山脈是什麼板塊 海岸山脈是什麼板塊 你們有36嗎 沒有36 23 23號 中央山脈是什麼板塊 歐亞板塊 歐亞板塊 海岸山脈什麼板塊 菲律賓海板塊 高階代是花東重骨 花東重骨的東邊是 菲律賓海板塊 東重骨的西邊是歐亞板塊 中央山脈是屬於歐亞板塊 台湾山脈是屬於菲律賓海板塊 剛才講 我們板塊擠壓 折縱隆起 台湾島在上身之中 以後跟菲律賓會連成一塊 那有什麼證據顯示 台湾島在上身之中 這是我們教過的證據 大家記得嗎 菲律賓洞 菲律賓洞 高高低低的海蝕洞 上面比較老 下面比較年輕 比較濕目一直往上 台湿 我們的第一個證據叫做 八仙洞 八仙洞 海蝕洞 第二個證據叫做高位 珊瑚礁 你們這一次去 肯丁沒有去攝領 如果你們去攝領玩 上面很多的珊瑚礁 這裡是個小山丘上 山坡上 珊瑚本來應該在海邊 海底 現在跑到山上來了 表示什麼意思 台灣島在 上身之中 從海跑到 陸地上來 所以高位珊瑚礁 證明了台灣島在上身之中 第二個證據叫做河街 河街 來先看照片 河街 一街一街的 像樓梯一樣 一街一街的 河流也有生老病死 沉住快空 河流到比較晚期的時候 河面變寬 流速變慢 輕舌力變差 但如果又遇到了台湿之後 會使他恢復下鮮能力 要回春作用 所以本來是平平的河床 又恢復了下鮮 一咔嚓切下去 所以旁邊就撲出 一些平平的地 最後一點 河街 有到 好幾次的台針 就會有好幾次的河街 上面的河街就比較怎樣 老一點 下面的河街比較年輕一點 對台灣有很多地方都有河街 這個大漢溪的河街 這個南洋溪的河街 什麼天翔啊 綠邊呢 也都有河街 就這個 因為呢 相對於海平面 間歇性的向下切割 切了成一階一階的 那如果有兩三階 上面的比較老 下面的比較年輕 所以河街是台灣島在上升的證據之一 我講了三個台灣島在上升的證據 一個是八仙洞 高高低低的海池洞 一個是高位珊瑚礁在海浪打不到一個地方的珊瑚礁 一個是河街地形 都證明了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為什麼會上升 因為反壞 擠壓 折皺 隆起 隆起往下塞 然後往上來 所造成的 OK 請問 有人有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